接種疫苗後死亡的案例 說現在已經有7個人注射疫苗後死亡 目前他們接收到的通報不良反應有1305例 說光是1305例裡頭 1300例竟然就是打AZ疫苗 就是新來台灣的這個疫苗 只有5例是打輝瑞疫苗的 目前總計是有2883個人出現不良反應 而這些死者當中有7個人死亡 這死者當中說是有特定病史 像是癲癇 糖尿病 心肌梗塞 心臟病等等 所以南韓專家他們的觀察 是目前沒有研究顯示 這些人的死因跟打疫苗有關 請大家先不要口慌 經濟部梗塗一張張 走交公投連數依舊衝破52萬8108份 蔡政府急射防火牆 環團出身的民進黨立委洪生翰 民進黨覆密書長林飛凡則是社運背景 兩人負責面對面社團溝通 民進黨覆密書長林鶴明則進行黨中央宣傳相關新聞說明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不能閒著8號泥漢環團 喝咖啡彈藻礁 不排除舉辦類聽政會 終有先停工 會不會太晚 蔡政府上任以來 非常重視環保 非常盡全力在保護藻礁 而所以以這樣的原則 對於馬政府時代所列的232公頃 大幅的三減九成多 用天然氣來代替燃煤 我們希望早一天停止燃煤 花電減少碳排放能量 也是非常不得已的抉擇 還希望國任通報支持 非常不得已的抉擇 還希望國任通報支持 假設這個不能發 那確實如果用鎂來發 那鎂會增加到500萬噸的這個 500萬噸的這個鎂 攝影出來它其實就是複煞 有厚厚的複煞 那事實上如果有煞 其實殼壯珊瑚藻 是沒有辦法在那個沙上面 對於藻礁的保護這件事情 其實民進黨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 也盡了非常大的心力 其實你看到從原本國民黨的 232公頃的方案 在民進黨執政期間 我們盡力的去縮減這個開發的面積 那事實上我們過去執行 藻礁的這個污染源的這個機查管制 那單單這六年來 那機查已經常態化 經濟部次長曾文生換指到台北港 需要重新環評供氣時程延後11年 影響供電近6% 當年反對核四保證不缺電 蔡政府這巴掌重重打在自己臉上 7樓上兩名男子不斷扭打 其中一人手拿安全帽猛K攻擊 挨打的男子倒地不起 動手的男子打得太激烈 安全帽一度噴飛 但他不罷休 撿回來繼續打 他就一直跳 跳 撞下去之後 安全帽子對不對 打完人後男子拿著安全帽 徒步逃走 事發在5號深夜 新北板橋新一路一間KTV店 陳姓男子和詹姓夫妻開心歡唱 結果喝醉踩到詹男老婆的腳 不僅沒道歉還不以為意 詹男為了護妻 手拿安全帽報仇攻擊 導致陳男臉部擦錯傷緊急送醫 警方貨報到場後 將打人的詹男帶回派出所 而KTV現場還遺留一頂疑似 當時犯案用的安全帽 即便事後陳男不提告 但警方仍用設違法將詹男送辦 護妻失控 動手攻擊 要為自己衝動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楊中盛林玉君 新北採訪報導 記者楊中盛林玉君 記者楊中盛林玉君 記者楊中盛林玉君